佛门里头有八观哲戒 有修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是一日一夜 时间不长 二十四个小时 八观哲戒 我们这一段 是从三藏法书里头 揭露出来的 出处 批驳杀人 跟杂阿罕金 意思是说 观者敬业 为禁闭 禁闭什么呢 禁闭杀到淫等 八种罪 实之不反顾 这重点一定要知道 在这个时间里头 二十四小时 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都放下 把你的清净心 找出来 论语 这是批驳杀论里头说的 夫摘着 过中 不顺 注意 过中 不是过五 因为五时 是十一点到一点 这是五时 过中 过中是 太阳在日中 太阳过了日中 就不能再吃东西了 那么太阳的日中 每一天不一样 所以持这个戒的人 必须要有一本 天文日历 天文日历的有记载 每一天 每一天 日中 是几分几秒 他读得很清楚 你要依天文日历 古时候没有这个日历 用日规 他有个仪器 让太阳这个影子 不能过中 他用这个方法 现在有天文日历 非常方便 所以过中不实 以八戒 八条戒律 组成债法 共享支持 顾佑民 八支债法 每个月 有六天 这是农历 粗八 十四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实为六战士 就是一个月 就是一个月有六天 与此六十六 与此六日 能修辞 八支 戒指 祝天 相亲 天人 天人看到欢喜 天人 天人 他的基本的德行 是慈悲 吸血 叫四无量性 预解 天人 四望天 以上 这都是算大的算 小的就太多了 就不细说了 四望天 涛利天 叶摩天 斗帅天 华乐天 踏花子在天 这有一些六种天 他们这个国报从哪来的 修上平时神 再加上四无量性 四无量性是慈悲吸血 天人 做到了 凡夫现在想学天人 一个月 修六天 修六天 这个天人的摘解法 所以 祝天 就是这些天人 看到之后 欢喜 即为 祝福路 这是什么 赠福 赠路 赠手算也 还要赠手 你看 赠福 赠卢 赠手 这个路 是财富 啊 福路是我 都向上提神了 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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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福